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不肯相信你女儿是不是 她根本就不属于你 我不可能跟一个保姆结婚 做保姆就应该唯唯诺诺的吗 保姆啊 没一个好东西 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 我要好起来 这是昨天 雨后天晴的快乐 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你是谁 我是她前任女朋友 今天是来还钥匙的 怎么 你就是她现任的女朋友吧 我不知道是该恭喜你呢 还是同情你 你什么意思 别激动别激动 大家都一样嘛 我的前任呢 是她的保姆马晓慧 马晓慧的前任呢 就是她的前妻 那个去了国外留学的女人 像张小光这样的男人呢 从来都是女人欠他的 你也会成为她的前任的 在你的后任没来之前 现在明白了吧 王子都回家了 满大街跑的 都是白马 这男人呢 只剩下动物性了 你不至于傻到 把全世界姓王的男人 都当成王子了吧 那就惨喽 也许 这个跟你也一样 钥匙 拜拜 我看见你和张小光在一起 我怕你上当受骗 我大王人赶到这儿来 真是怕你上当受骗 这么些年下来 挑过来挑过去的 最后竟然挑上 这么一个不要脸的男人 别别找我也会 买花 先生 你买树花吧 hey 先生 你买树花吧 给你的漂亮的女朋友买树花吧 买一束吧 好啊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卖花嘞 小姐 新鲜的玫瑰花 送给你 卖花嘞 我认识你吗 我需要你来送花吗 自作夺情 无所谓 反正现在花是你的了 你要是不喜欢 就随手把它扔了 福祸相依 这句话说得真有道理 什么个什么呀 莫名其妙的 说出来就不好玩了 可你对女人或者女人对你 永远都是好玩的 这怀才啊 就像怀孕一样 得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平 可你对付女人那一套啊 时间一久 拍死腹中 我是猎人呐 谁是大款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是闻的档 是吗 有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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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 confused 环 econom 有礼啊 那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收了钱干活的 我现在是保姆 我做得不好你可以说我 你做得很好 真的 如果你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对了 我给你一个手电筒 我在门口的夜路不好走 谢谢你的关心 那我也给你一个手机链吧 自己勾的 这样手机比较容易找 喂 爸 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呢 有什么事情 别憋在心里 吃得下 睡得着的 我会有什么事情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 我都为人你不清楚 我怎么可能跟个小保姆有什么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就算他认识建红的朋友 我们建红已经三十多岁了 一个大人了 还要他慌慌张张干什么呀 就算建红是聋子瞎子 挨他一个保姆什么事了 没看你啊 这又何苦呢 这为了一个马晓慧 整天都疑神疑鬼 我就是想不通 好端端的 你跟他去找建红干什么呀 我说你啊 还有完没完啊 我不想跟你多说 就是为了怕你沾心的 你我还不了解啊 丁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你放心 有我呢 家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老公 你越是不说 我越觉得你心里有鬼 好好好 我心里有鬼行了吧 时间不早了 睡觉去吧 齐院长 我来帮你弄吧 不用了 谢谢 要不要紧快 你怎么没下班 我 我在这儿帮忙 齐院长 您看您这么干喝酒 我给你准备两个菜 这个是虾 这个是花生 都是您爱吃的 没这个必要吧 要的要的 好 谢谢 还有冰块 我也给你拿来了 加点冰块 好喝一点 好 谢谢 太晚了 你可以回去了 齐院长 我知道您喝一瓶酒 肯定是不够的 下楼拿肯定很麻烦 我就给你带了一瓶上来 好 你可以回去了 筷子 筷子 好 谢谢 齐院长 那您早点休息 不要太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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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院长啊 嗯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呀 我不懂 是不是肝脏了 是 是 是的 好 等有机会我再告诉你 有机会 我从脑子开始给你讲 好 回去了 请不吝点赞 尽红 抵押的钱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都打在张小光的帐上了 这么快 不是你说要快吗 而且我是通过关系特提加快的 这笔钱现在还能追回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靳红 你别吓我 我们大家可为你担负责任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抵押管得很严的 我们大家都是银行的人 看你好不容易才找到归宿 希望你名花有主 早得嫁人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是不是从现在开始这房子 它就不再属于我了 对 请进来吧 我还能吃了你呀 我有话问你 把门关上 我知道 你已经把我辞了 可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们之间有误会 我必须来跟你沟通一下 你当你是谁呀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家的事 你老实告诉我 建红到底怎么了 你要真想消除误会 就必须跟我说实话 我会说实话的 我今天来 就是希望能够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希望能够通过沟通成为朋友 先别说朋友不朋友的事 我先要听你说实话 我们家建红到底怎么了 好 好 是这样 最近建红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叫张小光 其实 其实 他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也就是我要告的那个人 他还是那个 以前往这儿打过电话的小姑娘 妞妞的爸爸 在我眼里 他不是什么好人 他骗了我 所以 我觉得应该提醒建红 不要再上当受骗 那你的意思是说 建红现在的男朋友 就是你以前的男朋友 是 而且我听说 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的 反正 我从他们家搬走的时候 立刻有个女的搬得进去 可现在那么快 他要搭上建红 我怕建红吃亏 那我问你 当初 是那个男的不要你呢 还是你主动离开他的 是他不要我的 可当初 是他说要跟我结婚的 等他甩我的时候 又口口声声说 我不过是他的保姆了 你订了他几年 快三年 你们俩住在一起了 可他现在还说你是他的保姆 所以我觉得这么言而无信的人 是不值得建红喜欢的 那好吧 王晓慧 就算建红现在的朋友 跟你以前有过瓜葛 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可是 可是我想说 那个张晓光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你说他不是好人 他就是坏人了 说实话 现在男男女女分手 哪个要是在背后说哪个的坏话 这个人的做人就有问题 我以前在单位也做过领导的 谁要是在我面前告谁的状 我就看不起这个人 杨安姨 我不是那种人 我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真心地为建红好 找你的吧 找你的吧 看到没有 这我不去惹女人 女人也来惹我吧 是啊 人要是有魅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超美死你了 姓吴都在找你怎么办啊 就说我去日本了 日本的手机啊 打不通 你是不是向我这么容易就上了你的车 这是车 不是贼船 你不怕 怕什么呀 这倒是 生活这么丰富多彩 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承认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我也觉得 你可能会怕我 为什么 我很有钱 那你就不怕 不怕我骗了你 谁骗得了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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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 开车吧 我骗得怕他 我只要你 过了你 是你 严重了你 真正的 他没那么傻 你走吧 那我走了 杨阿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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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阿姨再见